北京的胡同有名的三百六 无名的多如牛毛 但是您知道北京最窄的胡同有多窄吗 您知道北京前门旁老百姓的真实居住环境吗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前门大街 脚下踩的呢就是北京的中轴线了 也是玉路 这个视频就带您完整的看一下 非常繁华的前门大街旁边 胡同里边老百姓的真实居住环境 前门大街西侧呢就是大石烂商业街了 这是一条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文化古街 里边有很多的北京的老字号 您看今天的游客呀也真是人山人海的 这条街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 里边有德云社两家 还有同仁堂 还有这个张一元 游客虽然多 但是有很多来这玩的朋友呀 都会忽略了旁边的这条街 这条街呢其实就是珠宝市街 说是一条街 其实呀就是一条胡同 这条街上有的地方啊 比其他的胡同要窄很多 南北走向南起大石烂街 北至前门西河亚 长呢是有250米 宽呢是4.5米 这是京城最古老的珠宝玉器交易场所 自清代开始啊就称珠宝市 此名一直沿用至1949年后 1965年定名珠宝市街 大家看啊 这儿有个四季民符 这是一家比较知名的烤鸭店了 如果您来到前门呀 不想去吃全聚德和便衣法 就可以来四季民符吃烤鸭 在这儿呢也是可以尝到北京正宗的烤鸭 大家看这边啊 这是一个古建 大概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这里边呀应该还住着人呢 您看还摆着东西 这条街呢就在前门大石烂东口的右手边 但是有很多人呀都不怎么注意这条街 离前门大街呢也就是几十米啊 您看就隔着右手边 这一排房子 那边就是前门步行街了 您看啊 这边是公厕胡同里边呀 就得不管是刮风下雨 您都得出来上公厕 现在这条街两边啊 也都是一些商铺 有卖什么衣服的呀 小吃的呀 什么都有啊 还有一些公益礼品啊 您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营业 大家看啊 咱们的左手边 大家看 这有一条非常窄的这个胡同 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并排呀 根本就进不去 这里边啊 现在还有人居住呢 您看看前门大街仅几十米的地方 老百姓真实的居住环境 这距离这个天安门广场啊 也就有个五百来米吧 您能想象到这个离天安门广场这么近 老百姓居住的环境是这样的吗 大家看啊 这边呀还有一条胡同 也是非常的窄 这还写着呢 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这条胡同呢 也就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了 叫前市胡同 也就是以前是钱币的交易场所 您看这写着呢 前市胡同 炉房银号建筑群 您看看这胡同窄的 我觉得我再胖一点啊 就进不来了 您看这啊 这有一个简介 清代为官办银钱交易场所 民国之后呢 就改为了银号 街内呢 有多组三合院 及中西合璧市楼房 这个胡同啊 最窄的地方 大概就是四十厘米 最宽的地方啊 有八十厘米 一个人能过 两个人侧着身过 都有点费劲 越往里啊 越窄 大家通过这个镜头 还可以看到啊 里边还有这个骨件呢 最早呀 这里边有钱币的交易大厅 清政府倒台之后呢 这个贵金属的融住市场 也就慢慢的萧条了 炉房呢 也就失去作用了啊 这里很多的铺面呢 就改成了银号 像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胡同的左手边啊 原来是四套三合院 合一间铺面房 那就是由清代的炉房 改成了银号 比如像那个大通银号 万丰银号呀 等等啊 一些银号 由于这些银号呀 当时没有人管理 所以说这些银号 它就无限制的啊 占用了很多公共场所 也就有了咱们今天 所看到的 这么窄的胡同 如果您来到这儿呢 如果想看一下 还是可以的啊 但是千万别进去啊 你看看 这胡同都特别的窄 这么窄的胡同啊 咱们进去啊 真的挺费劲的 主要还怕影响 里边居民的生活啊 最关键的是 看着还挺危险的 进出真的很不方便啊 您再看 这个院里边呀 现在应该还住着人呢 但是具体是不是 北京人在这儿住呢 还真的就不知道了 这也有可能啊 是已经租出去了 您看这个街上啊 好多做生意的 有可能就是 这些做生意的人 在这里边租房居住啊 看了这种环境 您是不是挺吃惊的 您能想象到 距离天安门广场这么近 这个真实的居住环境 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亲眼看到啊 真的是很难想象 再往前走呀 是一个十字路口 往西呢 是廊房二条 顺着廊房二条 一直走过去呢 就是美食街 廊房二条呢 也有很多美食 但是现在那些店铺 都在装修呢 往东啊 就是刚才咱们进来的 前门步行街了 咱就不顺着珠宝市街 一直往前走了 从这个路口就出去了啊 好多朋友问我 来北京旅游 什么时候最合适 其实三月份 一直到五一 前后 都可以啊 温度适中 而且啊 春暖花开了 也比较漂亮 大家看啊 这就是前门步行街了 前边就是前门的建楼 那好啦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朋友们 大家看下来